你还理解他什么呀 爱情根本就容不得精打细算 怕做亏本买卖 那当初就别谈恋爱 韩大夫 谢谢你 但是真的什么都别说了 我爱他 更加不想失去他 可是我现在不得不这么做 你说我这病泱泱的身体 还真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 那你就不打算把你的病情告诉他吗 那为什么 我要是告诉了他我的病情 他肯定就更加不会离开我 你就那么死心眼 我了解他 我怀疑 既然不能生活到一起 那又何必再给他增添烦恼呢 再说了 就算我们在一起了 未来 或许也不能成全这一段感情 倒不如我现在退出 成全他的事业 太善良了 善良得有点傻你知道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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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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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萧剑在不在 行 我问问 通了 哦 没人接 那怎么办呢 走 我们找陈诺妈妈去 嗯 姐等我一会儿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哎 长蓝吗 对 是我 你谁啊 你猜猜我是谁啊 哦 猜不出来吧 我是李道军 李道军 怎么是你啊 哎呀 我找你真是找得好难啊 哎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啊 两个月前 哦 嘿嘿 嗯 张蓝啊 找你真是好难啊 哦 哦 我那个 我现在有点事 对不起啊 这样吧 这个号码是你的吗 对对对 对 这样吧 我改天给你打电话 我们再约好吗 好吧 好吧 一定啊 我特别想见你 好的 啊 好 好 拜拜 我关爱的一个同学 走吧 哎 那位先生是 哦 嗯 那位先生 他爸爸是中央的 他是在美国 读的博士 你们俩是啥时候的同学啊 哦 我们俩从初中到高中毕业 都是同学 上学的时候 他还追过我呢 最后怎么没成啊 阴场阳错呗 现在见面 可你名话有主了 哎 我们早就不联系了 嘿 联系联系也没关系 不过最好还是别联系了 免得联系出一些麻烦来 姐 真有你的 嘿嘿 对了 姐 我想了想 一会把你送过去 我就在楼下等你 我就不上去了 为什么 我想再上去会起反效果的 嗯 也好 你走 来了 你来干什么 阿姨 我找你有事 找我有什么事 我这忙着呢 什么事快说吧 我这忙着呢 肖剑来过吗 你闻闻 这屋有他的味吗 他单位找他 找呗 我找遍北京城都没找着他 关我家什么事啊 他平时不是跟陈诺在一起吗 陈诺早带团走了 那你能确定 肖剑不是跟他在一起啊 他公司有事 要不然大礼拜六的找他干嘛呀 肖剑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 一旦有个闪失 那就全毁了 你呀 找我可找错了 我没有办法 你给陈诺打个电话 万一肖剑跟他在一起 让他告诉肖剑 单位有急事赶紧回来 抱歉 这事啊 我做不成 这对肖剑可是个大事 不能耽搁 就这事啊 就这事 我这忙着呢 您呢 请回吧 我说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等着你给陈诺打电话呢 告诉你 我不会打这个电话的 用一下电话吧 干嘛呀你 干嘛 你不打电话 那我自己打 要打用你手机打 我借用一下电话 我付费 我们家呀 又不是公用电话 好啊 好啊 我就知道你们母女俩串通一气 原来肖剑果真找他去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知道 哎呦 哎呦 感情您道别的方式还挺特别的啊 那就哎呦吧您呢 你呀 这个家跟我八字不合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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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傅 走吧 去哪儿 去旅游团住的宾馆 哪家 不知道 不去 巨仔啊 这大小宾馆上百家 我知道你去哪家 去北京来的大运安徽旅游团住的宾馆 旅游团多着呢 我到哪儿去找啊 不去 怪事啊 你在这儿等着 不就为了拉活儿 为了赚钱吗 这车我包了 包了 多少钱 咱还是按计价器收费 砸了饭碗不划算 得嘞 妈妈 诺诺 肖剑和你在一起呢吗 我在呀 什么 他没去啊 没有啊 你要是见到他的话 让他马上回来 他们单位有事找他呢 好 我知道了 妈妈 出什么事了 他来了 是你男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 是他告诉你了 他不在北京 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你就这么肯定 我了解他 好 是个男人 我不想见他 哪有这么做事的 你一定要见他 长痛不如短痛 他姐姐能代表他吗 如果我是健康的 他姐是拆不散我们的 我真的是很想嫁给他 可是我不能 不能把痛苦强加在他身上 因为我爱他 庄教授 就像您所说的 爱情 它不单单是奉献 它还是有索取的 我这个病 就算是能治愈 也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更何况我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这件事情放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 己若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决定是痛苦的 但我相信 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 那你想怎么办 他要是来了 麻烦您帮我接待他一下 就跟他说他们单位有急事 要他马上回去 承诺 尽管我很同情你 但你这么做 我是不会同意的 那好 我自己来处理 但是有一件事情 请您无论如何要答应我 什么事 你说吧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您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 您一定不能告诉他我的病情 好 我答应 走 还找吗 当然找了 这都找了十几家宾馆了 你看看几家器 两百多块了 我先押一千 够不够 继续往前开 整条鸡挨家挨户地找 找遍整个寿陷古城 也要给我找到 打开给我看看 快关着门 诚秘书 我想见见古老板 好 董事长 李财主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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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找我有事啊 我 我主要是想开开眼 这你呀 看看 这 不是我说 这 这什么物件啊 这是啊 瘦周瑶烧制的宋代寿子 这 这很值钱吗 这是真的啊 你看啊 这造型别致 胎质细腻 具有典型的 瘦周瑶的特色 那这好多钱啊 比你那个 稍微贵的 谷老板 你谦虚了 这个 贵大发了吧 李财主 你那个也赚了好几万吧 你 谷老板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咱呢 再去趟小南街 不行 李老板 你真是财大气粗啊 现在肉价 层层往上涨 钱来得太容易了吧 咱们养殖户难呢 这个养殖场啊 经常被强行拆迁 这个猪少了 那价格 还不层层的往上涨 那中央不是有扶持政策吗 你们看 我这个 这就是中央文件 看见没有 我每天把它揣在身上 谁要逼我强拆啊 我就掏出这个 要上方保健 嗯 好 他们为什么要拆养殖场啊 哎呦中央有规定 养殖户啊 不仅不上税啊 政府还有补贴 你想啊 那些地方官 哪愿意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是不是 他们要拆养殖场 建高楼建厂赚 赚大钱呐 那这几张只能管用啊 我拿它已经顶了三回了 呦 不用送礼 哎呦 哪有猫不吃心的呀 哎我呀 嗯 双管齐下 呦 嗯 哈哈哈哈 你真厉害 哈哈哈哈 哎呦说远了这说远了 我怎么说到养猪上了啊 这就是了 哎呦老板 哎呦 我 我们再去趟小南街 哎呦啊 这一招不慎呀 全盘皆输啊 哎呦 嗯 真没想到 这也有学问呐 哎大姐 你还没结账呢 你想扔下大姐不管呀 你说的宾馆已经到了 那要是不是呢 我在外面等着 必须的 等我一下啊 嘿嘿嘿 来 哎呦 请 嘿 阿姨 阿威要住宿吗 你 啊 小姑娘 怎么说话呢 我们两个不是一家子 啊 对不起啊 阿姨 我有那么老吗 呃 大姐对不起 您要住宿吗 老公在 我就住 老公不在我就不住 您老公是谁呀 林布勺 找找 大元安徽旅游团的 真机灵 他在108房间 108 好嘞 一帆风顺 走了 大姐 电池在右边 那边不去 出租车还等我结账呢 找到了 辣了 麻烦请问一下 陈诺陈导又住哪个房间 您是 我是他朋友 他在206房间 206 谢谢您啊 师傅 找到了 来 大姐 您从北京来的吧 小兄弟 你耳朵灵着呢 一听口音就是 口音啊 我也从北京来的 找人啊 对啊 找谁呀 找陈诺 陈导游 这巧他爸打巧 还真是巧极了 我找老公 你找老婆 这一码事啊 巧极了 巧极了 太巧了 这么巧 开门 来了 来了 请问你找谁啊 李沐勺 李沐勺住这儿吗 你是谁啊 我是他老婆呗 大嫂啊 请进 请进 好好好 先生 你找谁啊 陈诺是住这儿吗 是啊 你是 我是肖剑 是他男朋友 你请进 请进 你请坐啊 你先坐 先坐 我给你倒杯水 他不在吗 来来来 你先坐啊 李沐勺他人呢 他在 谷先生那儿呢 厚屁股 到处狼窜 我 我给你找回来啊 给你找回来 好 找找 谷先生 您让李大哥赶紧回来 他夫人来了 对呀 快点 大嫂 你也在这儿住啊 那仨人咋睡吗 那仨人咋睡吗 你们俩在这儿住 我搬走 那有多花钱不 没事 那不成 我们两口子搬走 我待会儿把那个 东西收拾一下 去别的房间 你这笑什么呢 陈导游也得搬家 那为什么 他老公也来了 您说谁来了 陈诺 陈导游的老公呗 他也来了 巧了 我们俩一块儿进的宾馆 您先坐啊 我去找李大哥 谢谢啊 来来来来 请喝水 请坐请坐 来来来 您坐 您坐 喝杯水啊 他去哪儿了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不饿 我来的水已经吃过了 他 她去哪儿了 你先喝点水吧 我不渴 他去哪儿了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来的路上 已经吃过了 陈诺去什么地方了 你是从北京来的吧 我专程来看他的 我找他有急事 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 他怎么了 他挺好的 他是不是不想见我 不 他是去 会一个朋友了 那个朋友也住这家宾馆吗 不不不 那个朋友是本地人 本地人 陈诺今儿晚上还回来吗 他回来呀 大姐 大姐 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用您的手机 帮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好吗 你为什么不给他打呢 他不接我电话 那我打打看 我试试啊 陈诺 陈诺 萧姐来了 你赶快回来吧 诺诺 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他还是不肯接我电话 那 那你怎么办 我到大厅等他 现在无论如何 我要见到他 来了来了 老公 老婆 老公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没出息就知道这儿 你知道什么呀 这叫笑别人 生性婚 你 狗屁啊你 这才分开两天嘛 你懂什么呀 这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啊 三秋 三秋 我们都六年没见了 是不是 行啊你李木勺 钻上了 整学问了你 我告诉你 我们这车上 那有学问的人呢 多了去了 我不仅长了学问 那还赚了七八万呢 赚钱了 是 什么是赚钱了呀 你看 你看 什么好宝贝呀 小心点 你看 哎呦 怎么样 乖乖 漂亮吧 值那么多钱呀 你怎么不多买几个呀你 你以为这是养猪呢 批量生产 我告诉你呀 这个玩意儿 已经一千多岁了 这是啥 只有这么一家 行呢你李木勺 你这把勺子 不但能挖石 还能挖金子呢 来来来 我看看 我看看 看看 我跟悠悠 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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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练瑜伽了 哎呦 千万别练过了 那叫调标我 滚 我是猪啊我 嘿嘿 我就靠猪了 老公 我我 我去看大明星去啊 人家早睡了 那这人长得啥样啊 啥样 啥样 你先 你先看看我吧 老公 别别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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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怎么办 我心里现在很乱 你还是不想见他 我不知道 即使分手 你也应该 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他 一旦告诉他我的病情 那就更难分手了 尽管我持怀疑 你还是应该 试一试吧 不用试 我了解他的秉性 既然是这么好的男人 你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呢 就因为他是一个好男人 我才会 这么爱他 我才会 不愿意给他带来痛苦 他不见到你 是不会走的 你没有告诉他 他单位有急事 让他赶紧回去吗 他就是要走 也要等到明天吧 今天怎么办 你总不能 让他一个人在大厅里 坐一宿吧 那麻烦你给他定个房间 然后 再做做他的工作 他要是不愿意呢 那我再想想办法 小姐 请问刚才那位先生呢 他在院子里呢 麻烦你 再帮我定一个房间吧 好吗 好 请您出示身份证 好 姐 陈诺回来了 小先生 你的房间已经定好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等他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他不回来了 都这么晚了 他能去哪儿啊 他能有什么事呢 你还不相信我 不是 他是导游 怎么能离开旅游团呢 大家都休息了 已经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他也要休息啊 姐 我了解他 自从旅游团出发那刻起 他每天二十四小时 都得跟团队在一起 萧先生 你今天见不到他 还有明天吗 姐 我今天必须见到他 拜托你了 帮帮忙 让我见他一面好不好 其实我清楚 你知道他在哪儿 你告诉我好吗 让我见他一面吧 求求你了 好吧 咱们回房间去了 到你房间去吧 走 快要了 走 二十四大 紫苏 我是韩医生 来了 韩大夫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怎么 一个人在屋里哭着玩呢 他来了 我知道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你这种情绪对自己的身体很不利 刚刚是要恢复了一点 不能再这么遭见自己知道吗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现在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继续和萧剑牵手 二是就此分手 选择又不是开关 波动一下就能彻底 我知道 你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存在 当作别人痛苦的来源 可又下不了决心对吧 理智战胜情感 怎么就那么难呢 是 其实人生中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可又无法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不要逼自己下决定 我不能再犹豫了 再这样下去 我只会越险越深 带给他的痛苦也只会越来越大 这道理说起来谁都懂 可具体该怎么办呢 最老套的办法应硬币吧 国辉 是正面 如果正面朝上 那就是选择放弃 我绝不回头 以前我下不了决定的时候 也这么玩 就让缘分来决定安排吧 正面 怎么 要不要我借个尖宝 让你哭一哭啊 不用 走 陪我出去庆祝 走 坐吧 我坐不下心里不踏实 我还是到外面去等吧 你要去哪儿啊 我到大厅等他 傻傻的站在院子里啊 我在这儿谁也看不到 白等嘛 我到大厅去等 直到见到他为止 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就两个选择 要不到你们俩房间等 要不到大厅等 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里 我们边聊边等吧 好好好 你现在大厅等我一下 嗯 我方便一下就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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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喝一口吧 不行 就一口 一口也不行 就一口 那就一口 行了 行了 不能再喝了 你看 抢住了吧 我这次全力迢迢地来 就是要跟她弄清楚这件事 承诺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女人 她不会因为你姐姐的阻挠 而和你分手的 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啊 我发誓绝对没有 这件事发生得毫无征兆 肯定是我姐姐跟她说了什么 不然没有任何理由让她不见我 甚至不接我电话 除非她跟我当面解释清楚 不然我绝对不相信 有人可以拆散我们俩 或许她有苦衷 不能告诉你呢 不会 我俩心息相应 从来不避讳什么 也许她有难言的苦衷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要弄清楚 而且 我要亲自见到她 让她跟我当面解释清楚 她今天不出现 还有明天 后天 她总得出现吧 我就在这里死等 不管你们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这怎么行呢 你还要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她就是我最大的事情 单位的事情 你也不能不管不问吧 单位 你怎么知道我单位的事 是陈诺的妈妈打电话说的 阿姨肯定不知道 是陈诺的意思吧 怎么会呢 不可能的 喂 喂 姐 是我 小姐 你在哪儿啊你 打电话你不接 到处找你找不到 上哪儿去了 我在外地出差呢 出差 喂 你就瞎编吧你 你们单位到处找你 都找疯了 在哪儿马上回来 行了 我知道了 先这样 喂 是不是家里催得急 让你赶快回去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 姐 有件事 我想拜托您一下 什么事 我打算 尽快和陈诺结婚 这么仓促啊 我怕夜长梦多 你和陈诺商量了吗 这是我考虑了很久 才做出的决定 陈诺他要是不同意呢 不管他同不同意 我都要这么做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我怕真的失去他 你是认真的 我想请您 到时候做我们俩的主婚人 太突然了 亲爱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前男友 萧剑 萧剑 你好 诺诺 怎么态度这么不友好 我们走吧 等等 萧剑 你疯了你 韩大夫 滚 怎么样啊 都几点了 你再不回来 我真的打电话报警了 怎么回事 跟你有关系吗 这就是你不见我的原因 这就是你不接我电话 绕着我 躲着我的原因 忙着呢嘛 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你什么人 你是我什么人 你是我什么人 我就是你什么人 我是你的朋友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没有权利管我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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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你知道我多爱你吗 你怎么能够这样 那是你的事 不 感情是双方的 是彼此的 那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呢 不存在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好吗 不存在了 诺诺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 你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你忘了我对你发过的事吗 你忘了咱俩在一起的生活吗 如果我哪点做得不好 你可以打我 骂我 批评我 我可以赶 但我忘不了咱们在一块的 海誓山盟 我现在的工作有多苦 你知道 我工作有多累 你知道 为了这个部门经理 我累得吐血我没关系 我这一切都为了你 为咱俩将来能够幸福地 在一起生活 诺诺 我这次千里迢迢赶到这儿 就是要跟你说清楚这些 我姐的意思 并不代表我的意愿 小金 我很感谢 你对我曾经的那一份感情 但现在 真的结束了 浪浪 你冷静下来 你冷静地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我这样 请给我一个理由 好 那你现在听清楚 我们分手吧 小先生 你一定要冷静一下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先喝杯水吧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冷静一下 你不能这样 陈诺 你这样做也太让肖剑伤心了吧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还能怎么做 我是说啊 你就不应该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 我只有用这种方式 才可以跟他分手 这也太突然了吧 连我心里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你说肖剑 他能接受得了吗 我相信你